大家好,上一集看完Apartment 下午我們走去看一間五房的獨立屋 這間屋位置在Vermont South 它有一些外國的設計 星期六去拍賣,我們今天去看這間屋 今天趁好天和朋友 下午好天的時間看一間屋 這間屋是去Vermont Vermont是位置在Melbourne的東南邊 今天這間屋是有五房三浴室 地皮644平方米 售價是180萬至198萬 這間屋是二向旁邊 我們就到了 看一看這間屋兩層高 趁好看多些樓 因為這陣子都謝謝大家的支持 很多大家都很喜愛愛 拍些看樓的影片 我嘗試看看不同的區域 多些不同的樓 甚至我今天都去看過 博銷的Apartment 有不同的嘗試 讓大家都去認識多些 Melbourne不是只有樓 也不是只有屋 也有Townhouse 也有Apartment 多些認識 始終每一間有不同的需求 可以多方面去想想 有些人真的不喜歡剪草 不喜歡打理 那就 Apartment 但又想住大一點 又不怕無法處理 那就買Townhouse 這些東西 真的要各取所需 各式其式 要POWER書包 我們就到了 這間屋在左邊 跟朋友去 他先走 Ray White 今天這間屋 走單邊 我先拍這裡 我不拍前面 我就拍這裡 算數了 下車了 好 一人看 跟大家介紹一下 跟朋友來到這裏 這裏挺特別的 是一間那間的MS 那間中學 在Vermond 旁邊 在後院 旁邊 它靠邊的不錯 一會兒 爐頭一定會看到大公園 這間屋是五房三浴室 它開價180-198萬 二向價 那它 644平方米 它不是新的了 但也挺漂亮的 後面有個 朋友說的 頂部是否寫著 Vidget 還是什麼鬼 不知道 雙車房 有少許烈 生了草 這個車好像是一個 不是電閘 我不像 少許花園 我猜這間屋 也有二、三十年 這間屋 因為它的Council 不准 不准它蓋上 它是露天的 我都經常有些疑問 整來做什麼 這個架 整來做什麼 它 它 對 對 不過它有點翻身 你看這些位置 有少許舊 看上去外面 但應該看上去二十年 二十年左右 這裏 這些磚都凸起 但它製造得很漂亮 這裏 後面一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看 它一定可以看 大公園很漂亮 它有少許 都有點年紀 但很明顯是一間 本地人屋 那 有個太陽樓 和太陽樓 門口 都幾特別 好 我們先脫下 這裏 這裏 挺好笑 原來它是不用穿鞋子 但是拿著包書架 包著鞋底 挺搞笑 挺搞笑 這裏有些 鞋帶 就可以包著鞋底 很厲害 這裏是三次 很厲害 要扯出來 有些膠子 對 好 不單試試 那裏是一條 好 那裏是一條 新的經驗 謝謝你 這間圍住在Wen One South 有644平方米 都是四正的 門口就有個Study Room 即是書房 然後旁邊有個車房 再進去有個浴室 洗衣房 之後見到Dining Room 有個廚房 Mills Family Room 以及Living Room 好 這邊 那邊有個書房 有書經 原來是弟兄姊妹 不過是普通話 道樂道論敬拜的領導 可能是 我們去了傳道 這些書都是 追教者 好 這個書房幾好 一打開門口有個大書房 所以你找到這個地方是由 Mursley.com 對 Mursley.com 對 這裏是不是車房 是 這裏是 舊式 舊式 都夠大 但你看它 它都是拉窄的 不用電動 電動的 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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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下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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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下有個空間 這裏應該翻身 這裏有個空間 也是翻身 不過都很漂亮 200米 Vermont 一個人 有個首都很漂亮 有條呀 秤 grew 廚房後面 是ندacho 這裏廚房可以有兩個 窗戶走出去 一快一點茶几咖啡 這裡有一個島嶼 這個廚房都不錯 挺四張 很骯髒 樓下 樓下沒有睡房 樓上有五個睡房 當中有一個套餐 其他就是要分享 應該像新的 這個洞是做什麼的 大家知道這個洞是做什麼的 這個洞是做什麼的 那麼深的 這個洞這麼大的洞 這麼有趣 對 這麼有趣 外面還有一個叫做 Alfresco 走出去外面 我們先來 用來做茶道 很多圓藝 這裏的 冰箱 很舒服 上面有天花線 對 對 不過我看到那些 有些 對 門口很大 對 剛才看到這間 去回 這間教會 它有很多古董 木櫃 都幾靚 好幾靚 對 那些房子全是樓上的 好 現在上樓上 樓上就很簡單了 有五間房 當中是一個套房 最特別是 它有四個房子 都被外面一個露台包圍住 先看一大東西 通常我看房子 都是慣性看大房一點 它有一個 Central Heat 就是這些在上面 有些風 有些有曬 有個小小的 它擺書櫃 它很喜歡讀書 這個 主人家 那這裏有個 有個 On Street 都很大 好大的 洗手間 這裏有浴室 舊式的風筒 哇 這裏我嚇得這麼大 這裏有個全新玻璃 就是它的 Shower 在後面 裝修過下 我猜都有二、三十年 但是裏面可能有些位 這些位應該裝修過 沒理由二、三十年都這麼新 這裏有個 醫務間 噢 還有一張自己的 它都還在住 所以 輕一點 因為始終別人的東西在這裏 都足夠 它有門 好事來的 那這間房間 這間 四成 四點八 Mask 都不小 它就有個大樓 還看著 還看著外面的草地 我們不出去 因為我們 免得脫鞋 它有個露台很大 它看著外面的草地 是一個 永久景觀 好美 它這邊 它這個方向向藍 有少少 我知道 我記得 很大的露台 你看這裏 你看這裏 它的露台多大 好美啊 景觀 正啊 這裏 可以到這裏笑一下 不過不會笑一下 因為在這裏坐 正啊 好爹的 這個 先關上它 又 有回首尾做人 這個露台 真是很一流 好 我們再看看其他房間 那 我們還有幾間房間 可能是比較普通 好 好 這間小房 都不小啊 3.7 x 3.6 還是3.8 3.6 3.8 都大的 它就兩個 有兩個 大 都是在那裏的露台 房間大 全部都大的 3點 我很少讚 有人跟我說 你經常都談屋小的房間 但是這間房間 是真的很大 3.9 x 3.8 它又是有兩個湯櫃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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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是跟這個桌子的 即是說這個桌子 可以有四間房 是很難得 哇 有貓啊 剛才有見到貓走過 很快地閃過 有貓 原來有貓 這幾間是客房 沒有人住了 3.7 x 3.8 第四間房 這個 都是分享這個露台 很漂亮 即是現在二百八十二百九十八晚 我覺得 我覺得 考慮得過 這間房 為何不太差 第四間 第五間房 開了 暖氣 3.7 x 3.8 企理 我覺得這些東西 至於華人住了 這些東西企理 這間房可能是客房都住不完 車窗就差一點 剛才這四間 共用了一個大露台 這間房子 可以說 樓下還有一個大露台 可以用到樓下 房子在樓上 樓下沒有房子 這間房子 有些不足 有些衣櫃 有些雜物櫃 是 是 是 這個 裝小雜物 我覺得這間房子挺不錯 這間 這星期六 7月6日拍賣 想來看 好 我們下去 我們來吹一吹 這間厚花園 這間房子 後面做了一個 Alfesco 即是那些 我相信這個房子 就做了茶道 或者玄藝 很棒 它有個屋 這樣搭了一個玄藝 它應該是做玄藝的 後面還有很多花草草的生果 OK 即是我們有空間感 這裡又可以做到 不過後面有些花草樹木 要修剪一下 這裡種了一些桔 這棵東西 好大的 不過一定有的 屋子 早上有些東西 這裡可以種完 可以做很多 剛才這裡 就是那個大露台 很多東西 爬藤 爬上去的大露台 OK的 這間屋 不過當然是要打理 我也覺得 不用怎麼收拾 但是要打理 挺好的 他說要走這邊 我們要在另一邊 出門 不過這些 是露天 我猜是Council的問題 不讓你封頂 這些 我相信是一些 近年的Council問題 鎖了閘 我們要走回去 這個露台 很棒 不過有點向南 沒有辦法 它就向著高安學校 我們要脫上膠套 進去 多特別 我們想看看這個拍賣 四樓 這間屋二十幾年 是一間意大利人 喜樂的 所以它的設計 很明顯是一個外國人的風格 就不像現在的新屋 剛才他所說 不是MATRICAN的所謂的花式 質量不好 但是這裡是行地 就是石屎的 挺有質量 這間屋 有興趣來看 剛才也看到這間屋 我們走了 這間屋 它說了 有六個人在這裡 所以屋主要低尺 今天四月六拍賣 我覺得這間屋 挺高質素 它有個大露台 設計 很有外國風格 多謝大家收看 走了 拜拜 看完這間屋 就知道 第一手業主 原來是意大利人 所以都有一些歐綠色的設計風格 這間屋 有五房 三浴室 它的意向價是180萬 至198萬 大家猜猜多少錢 接下來我都會出席這個拍賣 再跟大家去分享這個拍賣情況 拜拜